首先十顆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十顆速率 所謂的十顆速率就是 十顆前的厚度減到十顆後的速度 除以十顆時間 也就是在十顆時間內所提出的活墨厚度 這個就是十顆速率 而十顆速率當中呢 我們非常care的是它的均勻度 均勻度很重要 均勻度很重要 而這個均勻度呢包含有什麼呢 晶圓放下去十顆的時候呢 在晶圓面上 Within wave of the environment 就同一片晶圓上面被十顆的速率有沒有均勻 第二個 我這一片時刻往下一片再放進去 Wave of wave of the速率有沒有相同 均勻度有沒有代謝 分這兩種 所以 十顆的均勻性 包含有同一片晶圓上面的均勻性 還有 Wave of wave of the均勻性 這些都需要的效果 不能說我第一片四十顆的速率是 每秒10Mb的 第二片就變成每秒12Mb的 第三片變成每秒15Mb的 第三片變成每秒15Mb的 那變成 那你怎麼預估 一盒或25片 那第一片到第25片 如果十顆速率都不穩定 你怎麼四顆 你能讓每一片都要鼓勵的去看它 很困難 所以 十顆的均勻性很重要 那當然這裡就介紹一些數學統計上所用到的 比如說 蜘蛛部體均勢 什麼叫標準差 除此類 十顆除了均勻性之外呢 非常重要的特徵叫做 十顆選擇比 十顆選擇比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做十顆步驟的時候 我們上去提出表面的材料 可是當表面的材料都被提出光之後呢 就會露出第二整個材料就出現了 而通常在十顆的時候呢 你所使用的十顆的容易 或者是氣體 它對這兩種材料可能都會產生十顆的效果 只是十顆數率不同 所以我們定義 上層的 上層薄墨的十顆數率 除以下層薄墨的十顆數率 這個的錯就叫做選擇 我們一般都希望選擇比越大越好 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使用的十顆的方法是 移除上層薄墨的速度快 移除下層薄墨的速度要非常慢 我們需要有高熱選擇比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今天做摩斯貝 摩斯貝在做Gate十顆的時候 摩斯貝的雜體是多精細 你在十顆多精細的時候 多精細一時刻我還露出的是什麼材料 雜體氧化成二氧化成 而雜體氧化成是一個很薄的材料 而你在移除多精細的時候呢 吃完多精細會露出二氧化成 二氧化成會不會被多精細十顆成的十顆到 還是會十顆到 那如果二氧化成十顆的速度也很快 就會造成什麼因果呢 就會造成你原件受盡的地方的細 會被十顆凹陷下去 你的遍體體特性就會變得非常糟糕 所以我們希望在移除A材料的時候 移除上層的材料的時候 盡量保留下層的材料 不要被十顆到 那這個呢 就要葬葬於十顆選擇比 我們希望 希望被這個材料十顆速率 要遠大於幾層材料的十顆速率 所以希望選擇比要越高越好 所以特點就指的是什麼呢 貝斯克的材料 對不下貝斯克的材料 他們的十顆速率的Ratio 就稱之為選擇比 這個選擇比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我就畫到白板這邊 今天都是貝 Isolation做好 SGI SGI 今天有GAME 今天這裡長了一個洋花層 R3 然後呢 整個都有多精細 Holy Silicon 然後在做光組圍影步驟後 要在十顆 在十顆的時候呢 我希望多精細被吃掉 可是多精細在十顆的時候呢 多精細一旦被十顆掉了 就會露出誰 就會露出二氧化系 而二氧化系呢 如果說你的十顆速率 在二氧化系也擋不住的話 你二氧化系就會十顆掉 而二氧化系可能吧 只有一兩個耐力而已 多精細的高度大約都是五六十個耐力 多精細 在十顆的時候 這時候你要注意到 多精細成績可能是五十個耐力 但是它會有均勻性問題啊 比如說我這一天Web 我主要是路五十耐力 那有些地方的Gate可能是五十一耐力 五十二耐力 有些地方的Gate可能只有四十八耐力 可能會有十顆剩的Variation 那這時候你要出十顆 請問你要十顆 四十八耐力 五十耐力 還是五十二耐力 假設今天我有三個地方的炸體 分別是五十二耐力 五十耐力 跟四十八耐力 請問你的十顆 最後你選擇十顆後 你要選擇的十顆時間 這樣以十顆誰為主 如果你只十顆五十 那四十八的就代表什麼 你四十八被吃完了 你還多了兩耐力的十顆時間去吃誰 去吃阿萨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只是四十八 那對五十五十二來講 你不只阿萨的 你連多精細都還留著 沒吃乾淨 這可以嗎 不行 一般都會怎樣的 一定不能有殘存 Gate不能有殘存 就一定是一吃最厚的 把它吃乾淨為止 可是在吃五十二耐力的時候 這四十八耐力 就會吃完之後呢 時間是還繼續在跑 那在跑的過程都阿萨還沒吃掉 之外 如果阿萨還沒吃掉 下去碰到的是誰 細通道 會吃是瘋鈴的 會不會吃單精的 一定會啊 因為這兩個都是細啊 只是筋項不同啊 一個是單精的 所以就這樣 就吃凹陷下來 那吃凹陷下來啊 完蛋了 我的瘦是追的原本 瘦追呢 就變成在這底下 到時候我的瘦追可能在這裡 而我的流血 通道在哪裡 通道在這裡 那我的電停停就 去去了 所以最好是怎樣 最好是找到一個層次是 我吃我的SIO吃很快 但是我的阿萨吃很快 使得我多出來的4nm 10顆多精細的時間 我二氧化系 雖然只有短短的薄薄的耐力 我倒是不夠撐得住 那就代表什麼 我選用的10顆條件 對SIO盡量不傷到它 也就是怎樣呢 我希望吃Poly的同時 SIO盡量不要被10顆到 那我就不需要選擇一個很高選擇比的10顆方式 使得它主要只是Polysicum 不要太傷阿萨 如果你選擇的是一個選擇比不好的 很厲害 你的電機體就會吃得非常的稠 電測性會非常的糟糕 但是電機體不會多 所以選擇比的超級重要 選擇比超級重要 對於所有的10顆而言 選擇比是非常重要的一種 所以10顆注重的第一個距離度 第二個選擇比 第三個 10顆之外也不安排 如果今天 我的光主就是 擋住掉就不想被10顆了 沒有被光主擋住掉就是要10顆了 所以最完美就像這個樣子 反而是沒有被光主擋住了 我就直直的10顆下去 但是在真實的狀況下 會10顆這麼好嗎 不會 真實的狀況沒有可能是什麼 可是這個樣子 使用10410顆 用化學容易的話 它就會有等下性10顆 只要是化學性10顆 都會有等下性的問題 因為你靠化學性10顆 靠的是什麼 要不是水容易 要是什麼呢 店家裡面的自由機 那自由機 它在擴散的時候有方向性嗎 自由機是一個不帶電的粒子 它是一個不完美見解 它很容易踩著化學反應 所以它跟水龍一樣 它是非等下性10顆 不是 它是等下性10顆 它沒有方向性的 它是等下性10顆 所以只要是化學10顆 都是等下性10顆 不論乾濕或濕濕 只要你是純化學10顆 你的形狀就會不好 你的形狀就會不好 比較常看到的圖案大部分都是這種 這種 或者是這種 下面的時候10顆比較快 上面的時候10顆比較慢 所以下面10顆完之後 他們不常會要出外 後面的10顆心理問題要進來 然後被擋住了 使得怎樣呢 下面10顆比較快 上面10顆比較慢 比較常看到這種 所以比較常看到的就是這種 這種這種 或這種 這種 這種之類的 OK 好 這些字告訴你 有這些不妥的有過 很好 非等下性10顆就長這樣 非常不好 等下性10顆就長這樣 那有群不沒有被吃完 這叫伏挺 伏挺 就是你原來是在死人 但卷掌心叫來的 所以這叫做伏挺 那這叫做undercar 就是往旁邊側下 底部被死得掉 不應該被死人 底部被死得掉 只有底部被死得掉 這個叫做undercar undercar undercar 那這就是大概 這也是屬於undercar的一種 不想被死人 你把人被死 側下死人 就是你把undercar 最晚點就是垂直輪廓 垂直輪廓最晚點 沒有造成任何critical dimension 關鍵尺寸的損失 沒有任何關鍵尺寸的損失 沒有任何關鍵尺寸的損失 要這樣才能達到好的垂直輪廓 然後呢 RU 目前的選用作法就是RU 所謂的RU 就是百度式理石石科 Reactive Iron H Reactive Reactive Iron H 它是結合了物理跟化解石科 兩種 基本上你要圖形號 米地要仰臺物理石科 我們加上過 純化解石科是正向性能 輪廓解會不好 純物理石科很好 但是石科數理太慢了 那要為了熱阻石科數理慢 又要很好的輪廓 就是利安格一起 輔助向性能 這後面等一下會介紹 那石科當中的最愛花B刀 就是所謂的負債效應 什麼叫負債效應 圖案不同 石科數理不一樣 名字都是石科統統材料 但是圖案不同 石科數理竟然會不一樣 這個稱之為負債效應 好 負債效應分兩種 一種叫橫觀的 一個叫橫觀的 一個叫橫觀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負債效應最簡單的舉例是什麼呢 比如說 像這個樣子 我今天有一種不過 這種不過要被石科 被石科之前我上了光柱 圖案列印出來 這裡的開口大 這裡開口小 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結果你會發現到 開口大的 因為化學容易 或化體容易進去 這個負債物也容易出來 所以它的石科數理不壞 開口越小的 反應的材料進去容易 可是要出來的時候呢 後續的反應材料進來 那就堵住它了 它要出來就變得比較不容易 所以變成什麼 負債物出來變得比較不容易 所以它的數據會變滿 所以開口越大了 容易進去 負債物也容易出來 所以石科數理沒問題 開口越小 進去後要出來 就變得比較不容易了 所以呢 今天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就變成這樣 後來也很難進去 因為裡面還沒有出來 後外面就進不去 發生的負債物氣體 還來不及出來之前 後續的反應氣體 就整個進去 因為被負債物的氣體 躲在這邊了 所以賣出就變賣 這個呢就是 微觀效益 開口大的 時刻比較快 開口小的 時刻比較快 這是一種 宏觀負債效益 那微觀負債效益呢 課本這裡的定義 我覺得不太對 它說宏觀叫做大開口 跟小開口有差 那它的微觀定義呢 是什麼 小窗孔跟大窗孔 小窗孔比大窗孔慢 那這個 大開口面積 你看那個面積快活 大面積就大開口 小面積就小開口 這兩個講 我覺得是這樣的東西 不是嗎 只是這裡的孔很小很小 這裡的孔比較大 一般不是這樣子定義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 折得出這樣的事情 一般還有一種 回觀效益是什麼 比較膩的 跟比較稀疏的圖案 十顆數據 比較好 比較稀疏的圖案 十顆數據比較快 比較密集的圖案 十顆數據 比較慢 開口都是一樣 私密度的差別 好 我們大概先來掛一下 負載效應 叫做Loading Effect 它主要是可以分別兩種 這個負載效應 就可以掛到 一種是什麼呢 開口大跟開口小的 這個速度比較快 這個速度比較慢 就單純你開口 開口大得快 開口小的慢 這是一種負載效應 開口什麼呢 開口大小就模一樣 但是密度不同 比如說 一個是這樣子 然後兩個 就這樣子 開口都一樣 看 看起來有點不一樣 一個這裡有 一二三四五 有四個開口要吃 一個就只有一個開口要吃 那這時候吃出來的速度會長怎麼樣 假設一開始都是浮沫 假設一開始都是完整的浮沫 然後圖案呢 PR 光組弄上去之後 弄上去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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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要想一下時刻 你會發現到怎麼樣呢 你會發現到怎麼樣呢 在時刻的過程中 所謂的 假設這個不模一樣 然後這裡有光阻 這裡有光阻 這裡有光阻 然後這裡有光阻 假設今天在時刻的時候呢 中間會比較快 兩次比較慢 所以時刻出來的後部會是這樣子 一直時刻 時刻 時刻 時刻下去 好 那它比較快 它比較慢 這樣子 它時刻到這裡的時候 才會一直時刻到這裡 就是開口大跟小的差別 在弄下時刻的時候 比較快 而開口一樣 但是這個比較頓勤 這個比較稀疏 最後吃出來是 這個在後下時刻的時候 可能吃到這個樣子 只剩下這個後部 這個被吃掉了 那這裡呢 會長什麼樣子 這裡可能是長這樣 可能會長成這樣子 跟之間 還不見得一樣喔 越靠度兩側的 反而還比較慢 可能會這樣 或者是怎樣 或者是他們 大家知道看你的recept 跟你用的氣壓 也可能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就比較慢 但是這裡就是比較快 這個樣子 這是時刻的負載效應 所以時刻的負載效應呢 一個是開口所造成的差別 一個是即使圖案一樣 但是密度不同 疏密程度不同 疏密程度不同 也會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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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時刻 不好做 時刻不好做 你要找到好的條件 這條件包含真空的程度 空的氣氛的種類 打的電子這樣的power 都會造成不同的結果 所以 量力很大 做時刻 好 所以 要想辦法 那Lowin以背 下降 其實最好的做法是什麼呢 你們剛才講 Lowin以背 的關鍵是什麼 反應不進去 跟複散不出來 或造成的反射 那如何可以讓它 進去跟複散不出來 比較順暢呢 那就是 讓氣壓下降 氣壓下降 氣壓下降 跑到的圈本 那氣壓越低 代表什麼呢 裡面的氣體分子 就會越少 那就比較不容易塞車 就比較不容易塞車 所以 降低支撐壓力 可以降低 負擔效應 因為壓力比較低的時候 呢 氣體分子的平均自由路徑比較長 時刻的前景 容易穿過 如果圍閃而孔窗進去 孔道會死而破破 產生的負產會很容易 比較容易跑得出來 容易進去容易出來 所以降低負擔效應 所以降低負擔效應 就是要降低支撐壓力 但是降低支撐壓力 但是降低支撐壓力 就會有一個很大缺 什麼呢 時刻就慢了 對不對 因為能夠反應的氣體分子 數量就少了 變成 時刻速率就會變得很慢 這主要用時間換取 時刻效應 要用時間去換 用時間去換取 時裝 而在時刻的時候要考慮的是什麼呢 過時刻效應 就像我剛剛去的例子 我的多星期在成績的時候 比如說我成績平均要成績五十六平均 可是有些地方就偏薄 有些地方偏厚 就像在刻薄膜在成績的時候 總是有人分地方的薄膜比較厚 有人地方的薄膜比較厚 可是我在十顆的時候呢 我如果我十顆 我將最薄的地方給十顆掉 可是偏厚的地方呢 就會有殘存 而如果我就把殘存的薄膜也十顆掉了 那比較薄的地方就會十顆到下面的雞板 那就會造成你的羈絆本身會很厚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前面講過 我需要很好的選擇 使得在吃這個薄膜或材料的時候 盡量不要吃十顆到下層 或是下層被十顆的程度要越少越厚 否則你的下層在這裡 不該被十顆的地方也被十顆掉了 ünü會出對一個壓力 所以過十顆是必不可憐的 over etching 過十顆就是要確保沒有殘餘撥腹 殘餘撥腹要完全吃乾淨才行 比如說金esus 比如說多經系 因為多經系它是大體 如果剩餘的多經系它會短路 它都會造成太陽推 所以呢 基本上10顆是一定要吃乾淨的 而為了要補過10顆的時候要吃的夠乾淨 你一定會用到Mov-H 而在用Mov-H的時候你要考量就是怕上到下面的程度 所以選擇品超級重要 選擇品超級重要 所以呢 你就要找到適合的 10顆程式 而一般根據經驗 如果使用的是Dry-H 乾式10顆 通常選擇品好的 10顆數量就會比較慢 但是沒有辦法 總理找不到選擇品好的還要好的 所以呢 基本上就會使用不同的程式去做過10顆 那10顆呢 什麼時候才可以吃到完全吃乾淨的 如果今天你使用的10顆程式是乾式10顆 你用電章裡面去做10顆 你可以利用它的 Essication & Relation這個方法 發光來看光 只要你在10顆過程中 10顆的副產物還持續存在 它就發出副產物特有的光顧出來 所以你可以藉由偵測光顧來稱讚是否要停止 繼續10顆 這方法是用來判斷主10顆啊 為什麼呢 所謂的主10顆 主10顆就是面積很大 我都要去10顆 當主10顆結束之後呢 變成一剩下一點的時候 接著就是過10顆 可是你在過10顆的時候呢 基本上只要主10顆一結束 剩下的骨頭畢竟面積是很少的 它產生出來的副產物只要度不夠高 它就算有發出光顧 這個光顧如果你的偵測器偵測不到 你是不是就會以為吃完了 因為副產物的光顧 只要光的強度不夠強 你的偵測器就會偵測不到 所以一般偵測器在偵測10顆的中間 靠八段 它主要偵測是主10顆 過10顆的10顆 重點它是偵測不到 因為通常過10顆 就是過10顆之間殘測的磨墨 而殘測磨墨基本上都很少 所以它產生出來的副產物也會比較少 那副產物是少 它發出來光的強度就弱 機器又偵測不到 所以一般我們在用光顧來偵測10顆的重點 這指的都是主10顆 都是主10顆 都是主10顆 所以 利用天江10顆中的光顧 重點偵測器 它主要是自動偵測主10顆 所以一旦看到它發光的強度 突然間變墨很多 就代表怎樣呢 大公司機器的材料都被10顆掉 只剩下殘餘 少部分的果膜 殘存沒被10顆掉 這時候呢 層次就會自動切入到過10顆 通常過10顆跟主10顆會是不同的層次 為什麼 因為對於產能來講 希望製程做得越快越好 才可以縮短整個經濟天空的製造時間 可是通常10顆的越快 它的選擇率就會越長 而選擇比好的 10顆就太慢了 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從頭到尾都用 10顆選擇比好的層次去10顆 當然是最高一些 但是缺點是什麼 你的製造過程就會很快 因為你的10顆就很慢 所以為了你進製這個缺點呢 通常都會分兩階段10顆 主材料用主10顆去吃 吃到主材料的最薄的地方 已經被吃掉的時候呢 然後呢 整個發光的訊號發光下去的時候呢 就馬上切換層次 來用過10顆去吃殘餘的材料 什麼樣子 所以一般會選用這種兩階段的10顆吧 所以一般如果各位在做時間 你會發現到 一般10顆層次都是兩階段 甚至到三階段 基本上都是兩階段到三階段的10顆 那 如果是三階段10顆 除了主10顆過10顆 通常還會在有一個叫做 Rest you Rest you Rest you的10顆是什麼呢 晶圓 開完黃瓜要送到10顆的中間過程 你可能等了很久 材料開完黃瓜要進入到10顆之間 你等太久會發生什麼事情 表面的材料可能會不會有過 表面的材料氧化了 以多金系10顆而言 我今天光煮開完黃瓜了 我要吃多金系了 多金系如果放得太久 表面變成什麼 二氧化系 可是你拿去10顆的時候 你還是下多金系的10顆程式的話 可是他吃二氧化系 就是比較慢 他主要是吃多金系 吃二氧化系比較慢 那這時候你再判斷 10顆時間的時候 你就會不判 再加上這個表面 可能還會有這樣東西附著 所以基本上在10顆的時候 第一個10顆呢 叫做breakthrough 所謂breakthrough就是什麼呢 無差別的攻擊 我管你表現是什麼 你可能有成績的污染物 你可能有防帶種 產生的氧化物 我不管3,7,21 我管你什麼材料 我就是把表面的材料 不管是什麼材料 就是直接物理攻擊給你去 那移熟之後呢 就確保露出了 是你這條10顆的主材料 這時候才是manage 然後overage 所以一般10顆 乾式10顆呢 基本上最主要就是3步驟 尤其是以多晶系10顆為例 多晶系10顆 通常weaver 如果你放得太久 表面會被煙化掉 而我們用的10顆層次 是專門支持力肯 而盡量你不要吃阿坦的層次 所以 假設這次的SIL2 這是多晶系 然後呢 如今開了黃光 開黃光是冒10顆 你要等10顆的氣台 有時間可以做 萬一放太久 表面反而氧化 表面氧化是一層SIL2 會怎麼辦 所以通常 就會翻步驟10顆 第一步驟 BREATH THROUGH 突破 突破10顆 就是直接加一表面 不管是突然物還是氧化物 全部無差別的飲料 無差別的飲料 所以第一步 無差別10顆 BREATH THROUGH 接著第二步 MAN H 主10顆 主10顆 就是專門吃多晶系 吃得很快很快 吃到差不多 升一點點的時候 接著第三步 改用 OVER H 的程式 就是選擇V 好 就是10顆數據慢 最後再把它 吃掉 然後呢 OVER H 又因為選擇V 所以它用SIL2的傷害 就會比較小一點 至少不會失傳SIL2 所以一般的乾式式科 最完美 通常是三階段 第一階段 BREATH THROUGH 去除所有表面 會妨礙球的雜質 污染物 多一點化物 再來是Negation 為了追求10顆時間 10顆速度要快一點 時間要短一點 然後最後再來是 比較花時間 但是為了 去除剩餘的殘存物 所以有落會H 基本上是10顆類 分子3 和結論 而10顆的殘存物呢 有可能是什麼呢 你表面 你經驗表面 不夠補碳 可能有高高低低 所以就造成在 不過程級的過程中 不過厚度 有厚有薄 所以造成厚度不均勻 所以10顆的過程中 比較薄的 就剛吃完了 比較厚的地方 還沒吃完 把Over-Edge 給清除大部分的殘存物 那如果你的殘存物 是有機物的話 你還可以用一樣 電降去除 包含像光子 都可以用電降去除 或者是使用 濕濕化學10顆去除 而基本上 會用到濕濕化學10顆去除 通常都是 你的殘存物在這裡 在這裡 比如說 今天我們的 微博上的形狀 有高有低 有階低的形狀出現 而我上面的薄墨呢 是利用化學氣象成績 成績上去的 然後呢 開始時刻又是 重量的數據 重量的方向時刻 所以使得這個 上表片在下表 後腹都吃完的時候呢 側臂的地方 會留下spacer 這個製程 我們之前在 廣光圍儀階段 大多片人的時候 有介紹過這個 有介紹過這個 這個叫做 sible space 這個圖形很容易 在有圖案的 晶圓表面上發生到 只要你的晶圓表面有高有低 在階級的地方上面 你如果又是CVD層級的話 你10顆的過程中 你乾式10顆的過程中 因為乾式10顆是非等下起10顆 垂直10顆下來的地方 側面的地方不特別厚 所以當你平面的地方 10顆掉了 10顆掉了之後 側面的地方就留下了 那這後要怎麼10顆呢 就只要使用 如果你繼續使用乾式10顆 這裡可以把乾式10顆吃掉 然後這裡就會損傷 這裡就會造成損傷 所以基本上會去 這個都是使用 濕式化學10顆 而濕式化學10顆 有機會跑到選擇率非常高的容易 比如說 如果這機板是洗 這車面的產生物是二氧化系 你就可以用 HF DHF 白日HF 或者是有什麼 BOE 包括R3H 就是HF5K NH4F 否則化學的容易是 吃二氧化系的數據非常快 是CT可能幾乎吃不太多 選擇率超級好 而且它又是 等向性 所以呢 它各個方向都會10顆 就比把這個移除掉 所以通常這種側面 側面產出物 會使用VH把它去 因為時空抓HF太危險了 抓HF就會有運氣 多多少少就會把機板的 風機受傷掉 好 就會這樣子 好 那如果你10顆不煮 或是你的煮10顆 10顆的不夠的話 就會有殘存 好 所以 好 所以 介紹完前面剛剛講的 10顆的一些基本特性之後呢 現在就要進入到 第一種 濕式10顆的介紹 就有點像濕式10顆 濕式10顆 就是使用化學溶去10顆 化學溶液裡面呢 產生化學反應後 你的被10顆的材料呢 經過化學反應 它會產生氣體或硬體 或是可溶於溶性的固體 反正就是把它溶解掉 給移除 都有可能 濕式10顆就是 你把它套到化學溶液 然後產生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的副產物 所以是氣體可以是一體 當然也可以是固體 然後這個固體可以溶解 在化學溶液裡面 溶解掉位置的液體 但一樣可以不去 一樣可以不去 這是濕式化學10顆 就是使用溶液 早期辦公室最早的發展 在電價還沒有開發之前 所有的食物都是使用 濕式10顆 就是用化學溶液 就是這樣子 去買個燒杯 配個酸鹼 配個酸鹼 然後清理方便於10顆 那它的缺點就是什麼 它會 它是等向性10顆 所以在早期 原件10寸很大的時候 用濕式10顆OK 但是走到賣公司的一下 你才用濕式10顆的話 你的原件的10寸就會 損失很嚴重 濕式10顆的優件是什麼 選擇比可以很好 你有機會找到選擇比 非常好的化學溶機 然後10顆疏力也很壞 只要我們不夠 然後因為化學溶液很便宜 化學溶液的設備是什麼 就是一個化學槽就可以了 就是一個化學槽 甚至在世界上 就是一個稍微 幾百塊而已 買最好的就是多次 SCOF 一兩千塊而已 你抓一群呢 買一台 店家產生清酒 就數十萬 買一台抓一群機台 就好幾百萬 四四十顆呢 兩三千塊 台製的不到五千塊 德國製的 就要兩千塊 看實驗室運算 手建的就要買台製 因為你不小心會打破 這樣比較小心一點 好 所以四四十顆很便宜 剛才四個機台非常貴 都要上百萬 數百萬多餘 那四四十顆的缺點 就是它是整降性十顆 所以當年尺寸 小於麥克麗克麗克 就不能用 小於三三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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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基本上現在VLA會使用四十顆 除非是怎樣呢 整片薄墨的移除 除非是整片薄墨的移除 所以大部分都會選用乾石科 都不選用濕濕濕 所以現在 VLA三星電視照技術 還會使用酸鹼槽 最主要都是用在清洗動作 清洗動作比較多 比較少在濕濕 如果是濕濕的話 是整片薄墨的移除 才會使用濕濕濕濕 我的絕大部分都是使用乾石濕濕 濕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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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 就是BOE,就是NH4F配HF加水 因为二氧化系只要碰到HF的水溶液 马上就会变成H4SIF6的溶解在水的东西 就可以移除了 所以二氧化系的石刻溶液是用HF配置的水溶液 或者是BOE,大波SIF,或者是锡氏的BOE,锡氏的HF 就可以石刻溶液 所以HF化水溶液具有很高的腐蚀性 而且都是透明的 所以只要看到地上有骨粒的骨粒 都要把它当HF处理 非常的可怕 所以 马上就得到课本第一个介绍的 RateHF的第一种材料 特别化系 WaveHF 首先第一个 XL要用什么容易呢? 要用HF容易 所以呢 可以生HF 使用速度很快 一般都会稀释 一般HF都会稀释 F加上HF H4 F 這個稱之為BOE 八顆R4H 可能是E14或E16 八顆R4H 那當然也可以是怎樣呢? C式的BOE BOE當然也不在C式 可以C式成什麼呢? 1比10 1比18 都可以 或1比5 都可以 C式的BOE C式的HF 或者是純的BOE 都可以 這是二氧化系的10顆 那如果今天你要用4次10顆去10顆半導體系的話 要用什麼? 要用硝酸加氫酷酸 純的氫酷酸沒有辦法10顆系 氫酷酸是用來10顆氧化系的 所以呢 C式的4次10顆 它靠的其實是什麼? 它靠的是 硝酸去氧化系 硝酸可以氧化系 叫做硝酸氧化 氧化系之後呢 再通過HF去10顆氧化系 所以 它是個混合溶液 它是硝酸加HF的混合溶液 而它的質質是兩種 C跟硝酸先變成二氧化系之後 再通過HF 才會變成可以溶解的 副酸會出來 所以C的10顆總是硝酸加HF 它的基質是先氧化 再次10顆氧化物 它是五個溶液 之裡面的步驟 是這兩個步驟 它是用硝酸去氧化系 再用HF去10顆氧化系 那它還有一種是什麼呢 KOH跟硝酸 還有水的混合溶液 那KOH呢 是可以 10顆不同方向的彈音機器 這個比較多 看到 要10顆出不同方向器的時候 所選擇的KOH 最常見的就在於硝酸 在40mine的時候 批息MOSFRE的受罪 所以想要做這個9倍麵的時候 就會把C10顆成這個形狀 因為它100方向的麵 跟11方向的麵 它的10顆數量是不一樣的 100的數量比111的快100倍 這個麵是100的麵 這個麵是11的麵 11的麵 11的麵 所以它往100面10顆的很快 往側向11的麵10顆的很慢 很慢 所以你看到最後10顆出來 就像這樣子的鑽石結構 所以這個形狀呢 被稱之為Diamine Structure 或者是看到這個結構有沒有 數學的4個碼 所以早期有人叫做4個碼的形狀 那現在都講鑽石形狀 Diamine Structure 就是故意10顆出 11的麵 11的麵 100的麵10顆的很快 11的麵10顆的比較慢 所以呢 用KOH10顆的話 它不是整片的平均10顆 它會分方向 所以呢 用KOH它基本上 不是在整片的10顆系 它是有方向性的10顆系 而如果今天要數個是整片的系的話 你就要用前面做這樣 硝酸加HF 所以這兩種配方的效果 是不一樣的喔 硝酸加HF的這個水溶液呢 它是沒有方向性的10顆系 KOH加起來補存加水 這種容易是有方向性的 10顆出來會是一整片 但是輕微放下去 10顆出來就是跟坑洞 一個坑洞一個坑洞一個坑洞 一個坑洞一個不一樣 所以10顆下去 就馬上就會變成坑洞洞的形狀 會挖走的坑洞進去 好 所以我们现在讲完的二氧化学讲完的戏 我们下个拜接着讲下个材料淡化戏 好,你先上到这边 下一步就讲淡化戏 好